歡迎第一位蔡明仁醫師 我要找明仁 蔡明仁 蔡醫師 打卡下班 下班… 下班之後變身 是什麼呢 出來 該不會穿丁字褲 也不過大家眼鏡 眼鏡 好快喔 騎士長 騎士長 看不看 飛行員 蔡醫師 蔡醫師 你 你這個戴著…無所謂 戴著好像髮型比較整齊 行李… 行李我們幫你拿一下 蔡醫師 你哪一個行業的意思 我是牙科醫師 牙科醫師 牙科醫師 牙醫師 你怎麼會 你現在是有優勢的 我有駕照的 我有商用駕照 可以在哪個公司再課的 真的喔 你也太厲害了 很跳動 考機長 然後有這個願望 還把它實現 真的是很猛 這要花很多時間吧 你已經是牙醫師了 人人艷羨的一個牙科醫師 你為什麼 牙醫最A 對… 不能這麼說 有 牙醫現在算是醫美的一部分 心臟也就一顆 對 牙齒 肺臟也就五片 是 是不是五片 五片 五片 沒錯 五片費 好 憲哥厲害 有時候我們在言談之中 慢慢去讓人家知道你的內涵 因為那個憲哥去海底撈 都會點那個豬費 一定要 牙齒長這麼高的 心臟也就一顆 然後我們腎臟也就六顆 六顆 腎臟也有六顆 膽有幾顆 膽有幾顆 膽拿掉了 膽一顆 然後牙齒 我們人的牙齒是哪 32顆 32顆 所以每一顆都要讓你處理 對不對 直牙一顆算30 沒有啦 什麼8萬 不是8萬 不是8萬 10萬吧 最少 我沒說那麼多 直牙7萬 5萬 好 你看一口牙 至少花下兩三百萬 有啊 要 每一個都要 想當飛行人 願意 從小就喜歡飛 本來想 喜歡雙飛 為什麼不去念力 本來要去 去考 本來要去考空關 可是眼睛就近視了 近視 小時候近視 不好好保護自己 你現在就又可以了 這什麼 這個是雷射的 現在有這個技術 你現在是牙醫師 是 然後你有真正去飛飛機嗎 有 什麼時候要飛 怎麼要飛 排修去飛 我飛了 應該300小時了 300 要把診所修整 然後跑去飛 你這樣 這個閒暇之餘去考試 是啊 你考一次就中 我們那個要考很多次 就是期中考 期末考 然後再考整招考 每一槓就要考三次 每一槓 三槓 對 所以我現在是三槓 三槓考九次 所以有分比試 然後還有面試 術科那種 比試 口試 考飛 比試 口試 考飛 是術科的 一開始 他們還不能直接去開了 開模擬機 對 有模擬機 很像在打電動工 副駕 從副駕跟隨跟機 然後要跟幾個小時以後 才有機會坐到那個位置 有一點像那個時候 實習醫師 住院醫師 這樣慢慢一步拿到 當時雷射的你借就可以了 空軍一定好 民航可以 空軍不行 那個叫裸式 對 對 就你不能夠腳的 也不一定好 很羨慕吧 你看 很羨慕 一片1.0 一片1.2 然後竟然還沒有老花眼 真的 還夠負了 你也可以去學 我還真的曾經想過去 學開飛機 學開飛機 英文要很好 對 對 因為它所有的 全世界你飛 英國 所以 每個地方 你要講英文 你告訴那個塔台 你要英文 沒錯 還有很多 學會很多術語 對 比如說什麼術語 什麼術語 起飛的時候要 所以 FPS 鳳年塔爾 FPS 71 Ready for departure 你本身是日本人 像 是我了解的比他知道還是什麼 我懷疑很有執照 有執照 要去考… 跟空姐之間 有沒有什麼樣比較可以 特殊的連結 好像沒這種的 有吧 現在航空公司都禁止這個 真的嗎 被逮到又被開除的 被逮到 那你就不要被逮到 要被逮到 對… 對… 你要特別小心 我要特別小心 對 因為你已經曝光了 結婚了… 結婚了… 所以我就很乖 他去學開飛機師 因為每天看… 看到心裡面 你看 每天看是在桃園看診嗎 沒有 他就開在桃園 就在桃園 難怪 什麼契機讓你真的 其實是因為病人很多是機師 在桃園嘛 病人很多是機師 然後大家就會聊飛行的事情 OK 對 然後就決定了 一定要去飛 不容易 這輩子一定要去飛 夢想啦 應該這個是全台灣第一位斜槓機師 目前應該只有你吧 目前還是只有我 但是目前以這樣來講 你又不能夠 你還有兩邊就沒有辦法兼顧它 對 所以 兩個都那麼專業的事情 對啊 要取捨 所以我們目前沒有飛民航 飛通用航空 就是所謂的航空學校以及一些 私人飛機 對… 是喔 對… 或是那種醫療包機那一類的 那種特殊的那種 就像為了如果你買了一台飛機 就可以請蔡醫師 可以請我飛 對… 滿樂意的 我有固定的空間 這樣喔 還是有固定的機師 了解… 你坐上那個真正當機這樣 第一次真正飛機 因為他們這個衝場的時候 他要速度又到差不多300多 的時候才能整個拉起來 所以他們往前推… 要起來那種速度感 我可以飛 飛機起飛了 飛機起飛 那一起來 感覺跟我們分享一下 開心 好煙夢了 對 而且我很喜歡那種感覺 衝的感覺再拉的感覺 那個距離這樣一下去 真的是爽 真的是爽 對啊 誰開過300多速度的跑車 超快的 對 所以後來跑車隊我沒有 沒有感覺 太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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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鼻輪起來的時候 那一剎那是大概300多 差不多接近 多到哪 300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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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吃到差不多 吃辣椒飛過嗎 沒啦 吃辣椒飛很容易掉下去水裡 家裡會有現在 吃辣椒 一定要弄一點難的 對啊 他好像說過五次 對 斜槓 這是壓力測試 壓力測試… 吃辣椒飛它很短 往海裡飛 對 滿無高難度的 高難度 不敢 OK 有嗎 上次你開那邊 還OK嗎 還OK 你起來以後 你要看風是哪一邊 然後要頂風 要這樣頂 我生動的開飛機 頂風很好飛 你未來的規劃 你是要繼續當牙醫 還是當機長 對 你想要比例哪裡多一點 兩種加這個 兩個薪水超高的 可能牙 牙醫跟飛行會兼顧 但是可能慢慢飛行的比例 會多一點 我會趕在65歲以前 多一點飛行 飛行可以飛到65歲 65 商用飛行直到65 人生有沒有看到 可以像他這麼幸運 人家的願望他就達成了 你想多不可能 我們要考上牙醫 這就很難了 就很難了 你還要考飛行機 你真的是家族的榮耀 謝謝 這是很夢幻的兩個職業 請問一下 全世界有 航空公司的空姐 是穿比基尼上飛機的 KAMU KAMU 真的假的 之前有 我記得是越航吧 對 你看我有在跑 這真的比基尼耶 運 那個 真假 那個A9 對 那個聯航 聯航 你們是特地有去想要開那一家 聯航還有這種優惠 對啊 就那一次而已 被人家罵 對 有一次我要到飛北京 我還特別轉機到越南 太不順路了吧 會不會太不順路 太不順了 有遇到嗎 他是中年慶才有 來 謝謝蔡明仁醫師 醫師也是 還有機師 還有CAPTON 在那邊 太帥了 厲害 帥… CAPTON 謝謝 請坐 請坐 謝謝 很了不起耶 好厲害